好我們小路到這邊了 接下來呢是這個 四元小教室 這是上次觀眾送你的眼鏡嗎 對啊 nice 以後就這個 nice喔 配上這聖誕裝更適合了 今天老師是聖誕SKID 而且 剛剛還爆出一件 等一下你 請不小心關係香跑出來 好 今天要教什麼主題 今天要教就是我們今天吃那麼多聖誕大餐 我們先來教一些聖誕節的東西 好 第一個 最簡單是Christmas就是聖誕節 好的 前選一懂 Christmas 前選一懂 這個音譯 其實也不用念Christmas 你還是可以說Christmas 對 還是聽得懂的 好然後那個聖誕節跨了要怎麼講的 叫做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我就是要講英文怎麼樣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OK Merry Christmas 那這個要講一下就是 現在年輕人呢會把他省略就變 Merry Merry 日本人超愛這樣 台灣人也超愛這樣 對啊 北車啊 國館超跑啊 牛麵啊 國館是什麼 牛麵 我父親念館啊 牛麵 真的啊 真的啊 這年頭有點有國館 真的啊他們都念國館 很多高聖誕我都國 國館不是國立田育館喔 我第一次 沒有沒有 那個就叫國體館 哎唷 是不是是不是 國體館 我聽到很多高聖誕什麼國館 國館我想到到底是什麼 對勇斗啊 勇斗啊 然後吃宵夜變夜宵 吃宵啊 吃宵啊 然後晚上念書再夜讀啊 晚上打百萬就夜保啊 晚上打百萬就夜保啊 晚上打百萬就夜靠啊 台灣人也超愛的好不好 晚上泡溫泉怎麼辦 夜泡啊 約你泡溫泉是什麼 約泡啊 約泡不約泡 好不好 哇 對 台灣也超愛的啊 也是 但是台灣都會把它省成 比如說兩個字 對啊 然後日本很喜歡把它弄成四個音對不對 日本超多東西都弄 很喜歡弄成四個音 的原因是因為通常是兩個兩個組合成一句話 然後他就會把前面兩個跟後面兩個字取起來 對你喜歡的感覺 那比較正常台灣人 台灣人是同一個詞還要再縮短 真的 珍珠奶茶也叫珍奶啊 珍奶 對啊 可是珍奶就是兩個東西啊 珍珠跟奶茶 可是珍珠奶茶本身是一個東西啊 珍珠奶茶 是不是 台灣人超愛的啊 超愛的好不好 也是 第一次聽到牛麵 大奶微微 我第一次聽到 對啊大奶微微也是啊 大奶微微 第一次聽到牛麵我就生氣了 牛麵啊 對啊 牛肉麵 為什麼牛肉麵還有什麼字啊 對啊我很氣啊 牛肉麵還好 牛麵 牛麵 那如果是乾的 你講牛麵 所以我就想點牛邊麵啊 對啊 你這樣講 你是不是給你牛屎麵也可以啊 好大碗啊 好大碗啊 錢又那麼大碗 對啊 對啊 那雞吃飯會講雞飯嗎 我不知道啊 可能這可能要問嘉義人 為什麼啊 但我有聽過人家說吃噴水啊 噴水是什麼啊 因為噴水雞肉飯啊 就家裡人就走啊 吃噴水吃噴水這樣子啊 吃噴吃噴 吃噴吃噴啊 吃噴吃噴啊 吃那一家店還可以理解 吃噴吃噴 吃那一家店 講那個店名還可以 還可以理解 我們現在也會啊 我們現在就抽菸這樣 抽個啦抽個啦 抽個啦 抽菸是哪個字 抽個啦三個字 對 抽個兩三個字喔 但你知道用意思要縮短 不要講抽菸你知道嗎 抽菸抽個抽個這樣子 是不是 想要也超愛的啊 超跑也是啊 年輕 而且我也 超級跑車啊 超級跑車 超會跑步耶 才不是超會跑步 超會跑路好了 超跑 老大 老大 你們想要收拾 你要幹嘛 我要抽跑啦 超級跑路了 真的是超跑 超級跑路 超熱也是 超熱 超熱 超級在面堂啊 對啊 喜歡 好不 年輕一輩的用詞 メリクリメリクリ 下一個下一個 明明就是有人講到誰了 然後 前面那個在補充 メリクリ之外呢 聖誕節之後就有過年了嘛 過年就是 明明就是明明 明明就是明明 又說了 所以我們常常會 原來講 メリクリ 然後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對對對 明明就是明明 明明是不是有人說明明 明明 不是啊 他們有一個什麼明天見 然後好像也有人會 連在 明明 對對對 明明 再明天 明明 之類的啦 忘記了 再明天見 就是見了已經省略了 之類的 不會見了 またね是最典當 またね就是再見喔 我們再見 拜拜吧那一種吧 OK 很省略的 然後這 Christmas skin呢比較偏向是 雞肉 那如果是火雞的話 是Taki 或是 七面鳥 七面鳥 什麼七面鳥 七面鳥 七面鳥我剛剛有查一下 我不知道中文 誰 你為什麼把火 你確定它是火雞嗎 聽起來像幻獸魚 七面鳥 七面鳥 聽起來像魔物裡面的新怪 真的啦 七面鳥是火雞啊 但是七面鳥是 雞肉加七味粉之類的 一個料理 九尾獸 九尾獸 九尾獸七面鳥 對 真的叫 八大胡 八大 有啊 這個是火雞吧 對火雞 七面鳥啊 哦 真的是七面鳥 好帥喔 為什麼我知道七面鳥了 不知道 七面鳥 應該還有它的 應該是有它的原因 我查一下 OK 你查完差不多節目會結束了 我覺得你先 先把這邊都換掉 就是這個クリスマス歷史 就是這個クリスマス歷史 沒有這種啦 拿了都拿了 非情歷史 直接講歷史也是可以 因為其實 這東西不會常常用到嘛 所以聖誕節的時候講歷史 大家都知道會是個花 就連這個煙味 早來沒有用 不會知道 那是裝飾的 裝飾啊 非話不然來 不然煮來吃 誰知道才是大一頭上的 不然出來吃喔 你知道喔 代表他愛草瓜 也不是出來吃的啊 我小時候也不知道啊 誰知道是不是風乾的時候泡茶啊 經過的時候 經過人家家裡然後 吃人家愛草 不是 那個是可以洗澡的愛草 蛤 愛草用來洗澡的啊 是嗎 對啊 你都是用愛草洗澡是不是 不是啊 那就是區區區那些怪啊 區區區區區域兇 愛草用來洗澡的 有愛草有愛草肥皂 然後還有在頭上畫那個碗 碗 用那個一個黃黃的愛草這樣還是 喔民宿 蛤 請問一下你是在長濱文化長大了嗎 還是十三豪文化長大 這是民宿區誰的時候用到愛草 以前在日喬學校他們都會特別強調台灣的 日喬學校 特別強調台灣文化 那應該是以前有這樣的文化啦 老爸老外啊老外都沒學文化 像我都沒學學的 真的 我還直接讀文化大學的 真的沒文化啦 他也讀文化大學 沒有文化 沒文化只要畫 好吧 好下一個下一個 下一個下一個 Santa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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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就是那個桑是不是 直接簡稱了是不是 Santa桑 Santa桑直接變Santa桑 Santa桑 Santa桑 Santa桑就是聖誕老人的意思 聖誕老人的意思 聖誕老人直接變Santa桑 因為Santa桑也是 我也是 英文也是有覺得叫Santa嘛 對啊 因為他的名字叫Santa桑 所以說Santa桑 Santa桑 還有什麼 Tonakai Tonakai是那個 帶Santa桑來的人 他是來國話 Tonakai Tonakai 應該就是我們 Tonakai 他是用這個 應該是哪個名的 那我也不知道 Shinru Shinru 英文不叫Rendier Rendier 所以也不是翻過來的 還是Rendier 念快一點 Rendier Rendier Tonakai Tonakai 差多 沒有道理啦 差點 太多了 可是對啊 他英文是Rendier Tonakai 所以就變成Rudolph Rendier Tonakai 這個好玩喔 這個是Ainugo Ai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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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nu是 Ain Ai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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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最高 這全部都講日文啊 我來日文啊 你看 學歷最低 學歷最低 Ainu民族 Ainu民族是 你們知道Ainu民族啊 就北海道以前的民族 北海道以前 北海道以前的 日本原住民啊 日本原住民啊 你知道毛利人啊 北海道是從那個 這個會通過日本 是從那個俄羅斯那一帶來的 就是比較北方然後比較高大 然後他們叫Tonakai 所以喬拜也是Tonakai 不是我說他們稱呼 你認為Tonakai Ainu的語言叫做Tonakai Ainu Ainu應該也是北方民族 Tonakai 所以就是北海道原住民 北海道對 北海道來的那些民族 北海道的人現在會長得比較像俄羅斯人之類的嗎 就是比較 其實好像還好 他們比較能夠買到一些 牛奶的再次躺 買得到買得到 好像買得到 特產特產 那就是比海道啊 特產特產 因為旋路應該是 斯德哥爾摩那邊的 斯坦蒂娜那附近的 物種吧 他可能這樣走走走走走走到俄羅斯去了 有辦法這樣走啊 可以啊 連著的啊 他說 何人是叫他講叫這個 蝦 蝦什麼 蝦杜巴拉 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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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人 土人 有的是原住民 日本原住民稱呼旋路 日本原住民很多可是通通都被 都被 都已經現在已經都 對一起了啦 就沖繩也有沖繩的自己的民主啊 以前 其實應該都有啦 只是 有啦一定都有啦 主流文化一定會 常常會把他們忽略掉 真的 下一個是 下一個是 哪一個 Present Present 今天到底有沒有任何一個非外來人 到底有沒有任何一個真正的日文 就是外來種啊 邪日嘛 對啊 是 所以就會都是 Present 還有嗎 蠻好機 這個其實不錯是什麼時候都可以用啊 也是啦 譬如說 誕生日禮物 就是 生日禮物 那我們還會把他講成是 Tample Tample Tample就是 生日禮物 T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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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禮物就是Tample Tample Tample 真的大家都聽得懂嗎 Tample 年輕人可能 可能八九十歲 所以我可能不敢講 八九十歲連你講 你也講話可能都聽不到 沒關係啦 Tam Tammen Tammen 還有嗎 還有嗎 Kuzista Kuzista Kuzista就是襪子 有啊 這個 我是Sox也可以啦 Sox也可以 就外來語也可以 Sox Kuzista OKOK 還有嗎 喔 Poinsetia 喔靠 好少見 Poinsetia 就是那個紅紅那個 聖誕紅那個花 就麥卡貝以前 Poinsetia Poinsetia 沒錯 Poinsetia 所以這也是外來語了 這也是外來語 這太難了 這連 國語 你一看到這花 你都會想一下 才想到它叫聖誕花 對啊 真的 好 少見 Poinsetia 哇塞 這個有需要嗎 Poinsetia 有需要小教室嗎 有需要有需要 那我這樣教一個比較好玩的 我們會有很多種Poinsetia 就是私底下會邀嘛 譬如說 我們會搭 你是披薩 Poinse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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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啦 這真的是我想不到的說法 好不好 我真的 我真的 Wow 天啊 我的news 我的news 火鍋 火鍋就是 Nabe巴 哇 真的是超出我的想像之味 你知道火鍋怎麼練嗎 我知道Nabe啊 不是嗎 真的呀 Nabe 那有什麼特別的 火鍋將軍不是Nabe将軍嗎 火鍋將軍 我可是有在看英文好了 那有什麼Poinsetia 那有什麼Po 可以 我目前可以提到哪邊 不然這樣你講一個Po 然後我來試試看 講成日文看 看對不對好了 好 地質研究Po 地質研究Po 你自己好像是我們招式啊 地質研究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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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外來語叫什麼啊 誰叫那個Po 不是阿Key 那個不是那個 Architect是建築啦 建築 那個就是 建築Po 建築Po 你說什麼 Geography 是地質 地質啊 地質是 Geography Party Geography Party 阿如果簡稱呢 所以一樣嘛 吉巴 就是吉巴 真的是吉巴 大吉大利今晚吃吉巴 還有沒有還有沒有 ユキダルマ 喔這個就不是外來語的嗎 ユキダルマ 雪圓圓 ユキ 達ルマ呢是那個不倒翁的意思 對 喔所以是ユキ的達ルマ 對 所以是ユキダルマ 好聰明 因為形狀挺像的嘛 沒錯 那如果我是用 冰塊做的就是 アイスダルマ 那應該也會變得有點像雪 那如果我是用雪然後做成兩個 兩個蛋蛋的話就是 ユキダルマ 是 沒有 下一個下一個 下一個 你自己也覺得尷尬嗎 開了個其他節目會開的味道 真的 Ginja Bread 這個也很少會用 也是外來語啊 真的 Ginja Bread啊 Ginja Bread 看起來好像 可是餅乾Cookie比較常用 現場遊戲ID 還有Ginja Air Ginja Air好喝 喔Ginja Air Ginja Air Ginja Air S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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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因為那個東方比較冷的地方的民族他們的方言都很短 是因為太冷了所以他們都會 我聽說有一個老師他住在那個哪裡 青森 他就說你要去哪裡叫做Dosa Dosa 對 然後他如果要去泡湯就叫雨沙 所以你說Dosa 雨沙就知道你要去哪裡我要去泡湯這樣 老闆你老闆是什麼一個 D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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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嗎 剛剛還有一個 還有嗎 我才猜起滿你 煙筒 煙筒 那個冒煙的那個橋 煙筒啦 為什麼我講煙筒怎麼沒有人吐出來 你是不是不會念那個字 我不會念那個字 煙乳啦 煙筒 煙白蚊 煙霧 煙霧 然後如果是鉛筆的話是什麼 鉛筆 鉛筆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那永無止盡的是 ENDLESS ENDLESS 所以ENDOZ ENDLESS 煙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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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燻乳 煙燻乳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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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煙乳啊 吃煙乳啊 煙乳 OK 那你有什麼可以補充嗎 他們有叫我講一下 日本人 時下日本人怎麼過聖誕節 對 聖誕節會放假嗎 不都是日報嗎 不會 日本聖誕節不會放假 不會 差不多吧 其實我們聖誕節應該要放假對不對 為什麼啊 因為我們是行鮮禁煙的啊 紀念一下 可是現在行鮮禁煙 但週休二日好像 就把今天吃了是不是 因為國小的時候這些都會放 對啊 以前國小就在十月啊 十月一堆那種什麼 對啊 我記得以前國小行鮮禁煙是放假啊 後來因為週休二日 後來因為週休二日 胖子很難過不喜歡 對 沒關係我是那個管樂班的 我都在旁邊吹樂器 所以我不用怕 在國小 我忘記什麼時候了 八十幾年的時候 改過一次就是週休二日啊 所以他把它吃了 也就是隔週休 在這邊全週休 對對對 原本就是每個禮拜 都大概放在上半天 對對對 對嘛 因為我印象以前行鮮禁煙是 因為我記得是 第一年級的時候直接放假 然後高年級了半天 然後我們還拿那個國旗 對啊 放學這樣 然後因為我們眷村啊 所以就是你知道 很年級很像還是戰國時代 你是族青喔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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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放學的時候 老師也有發一個 然後這樣耶 就好 因為我們確認 蠻藍的蠻藍的 所以就像我們做這種事情 你知道嗎 就如果 然後 然後小朋友出去就一直 飛起來 靠體育老師拿一個竿子 就是 無雙 因為愛心媽媽在幫忙 帶他擋車子比較過 其實他在戳對面的敵人 沒有沒有 愛心媽媽 愛心媽衝過來 然後有人把愛心媽打倒之後 就叫小隊長擊破 原來對面 衝進去後面找大將 那種 無雙打 無雙 對面打動愛心媽媽 好 中貞無雙 真國小無雙 好了 那差不多 欸不對啊你還沒分享 快想 被竹青打敗了 真的 好你說 這樣 因為其實沒有放假嘛 剛才講到 所以說 可是日本通常會在這種日子 就是把他修那種有修 什麼講 就是 一年可以修一些假 特修 特修他就會在那邊放 然後可能 有情侶的通常都會想要過 聖誕節 因為日本女生很喜歡過節 還是台灣女生很喜歡過節 我覺得台灣人 對我覺得全世界都很喜歡過節 最好一年三百六千都很喜歡過節 對 爽 沒有可是聖誕節可能對 所以那個比如說年輕的男生女生 他們覺得是這個 情人過節的 可是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天氣冷而已 如果聖誕節超熱 我看他們還要不要過什麼節 可是澳洲也會過嗎 沒有沒有沒有 熱的話就不會那麼那個 很冷的時候就可以 晚上回去就可以 很熱的時候 沒有人才跟你很熱 很熱的時候 好熱喔 不會啊 你可以開冷氣 對啊 晚上就 太熱了 睡覺睡覺睡覺 哇之醒睡 不好說啊 我跟你講就是因為天氣冷而已 什麼癖好都有啊 所以說 所以說 這樣子暑的話 什麼時候小孩 小孩子會比較多嗎 喔 是嗎 夏天的時候 沒有10月 10月11月最多 對啊 是因為這樣喔 因為暑假 高人高 高產量 真的 真的 暑假高產量 你看那種9月10月深的都差不多是不是 好我差不多 還有就是聖誕節 聖誕節 那個 對老外來講就是最重要的節 你剛剛說對老二來老外 哈哈哈哈 他在講說 都是 都是 但是老在講老外 對老外 不是老外 老外的老外來講 都是很重要的節日好不好 對啊 因為他們 因為像我們 華人的話就是春節是 也是啦 對 他們就是聖誕節 聖誕節 是團圓的 對他們來說是團圓的 沒有聖誕節 應該是 感恩節節聖誕節 感恩節節聖誕節 可是聖誕節到他們新年也會 也是一個長下就對了 真的一個禮拜 而且他們 你硬要往前退的話 感恩節前面還有一個萬聖誕節 萬聖誕節再往前退 萬聖誕節 萬聖誕節八九月中間 空開之後 七月還有一個國慶 十月四號 天天在爽耶 難怪 難怪 我們三個月 亂開槍殺人 你完蛋了 政治最不正確 真的 或是在肯德基吃 就是 我不知道是從哪一年開始突然間肯德基出了一個套餐 聖誕套餐 你說日本嗎 日本 然後就有一群網路的人會喜歡 就做這件事情 然後還要預約 你說叫肯德基 叫肯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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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叫肯德基 雖然來說 雖然說對老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節日 但還蠻不至於到叫肯德基 而且他們有事跟我說 日本的肯德基很難吃 是嗎 不一定耶 不一定嗎 我也覺得看店家 因為台灣也有我覺得超難吃的 我覺得是日本選擇多 所以也會覺得 不會想要去吃肯德基 沒有我覺得是 台灣的基真的比較好吃 比較好吃嗎 比較好吃 可能是跟某擦鋒有一些有沒有擦鋒的基很好吃 擦鋒 什麼普擦嗎 普擦普擦 台灣普擦 好 好吧 好了差不多了 我們差不多要休息了 我們休息 永遠的休息 20分鐘 我不想永遠的休息 我還想動不下 啊 好 好 那我們就今天好好休息 20分鐘 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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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